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星星在农村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说这个身体上有志 什么地方长得志比较好呢 今天咱说一下 说呀这个有钱的人呀是手掌心上有志 说这个手掌心呢要是有志的话 这叫长中宝 这样的人呀就是浴室的他比较有财富 手中握着这个财握着就是说有钱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手上如果你这个手心哪个地方有志呀 你这个人肯定有财就是说有钱财 财运比较好手里能握的是财 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耳朵要长字 咱们都知道咱们那个人的耳朵如果是长得这个形状比较好的情况下 而且又高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也是有福有这个就是说运气的 所以说这个耳朵的这个如果是有长字的地方呀 嗯就是说你这个人比较富贵 他这样的人呀就是比较容易享福 天生自在福 就是说这个耳朵方长字他就是有福气 第三个呢就是说有的人呀脚底下有志 脚底下有志的人呀他大多数这样的人比较有权 就是说这样的人呀就是说嗯当官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什么他脚底下踩着志 志在脚下所以说呢他这个人就是有权势 这三个地方长字呀就代表着有的人就是说有福的人 有钱的人和这一个比较有权的人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这个长字呀它是代表着你的桃花运比较旺 这个就是梅中长字 梅中长字的情况下呀 你这个人的这个桃花呀肯定很好 所以说你这个人缘也是比较好的 比较泛桃花 所以说这四个地方长字的人呀就代表着四个不同的意思 你到底有几个呢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